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我在讲哪里 旅读中国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他们做的专题是南疆 新疆的南疆 只要是新疆都是我的第一志愿 我还没去过 而且我想去已经很多年了 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又是羡慕羡慕羡慕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跟大家介绍这个专题的是 吴欣怡 这个喉咙不太好 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欣怡 欢迎欣怡来 欣怡太令人羡慕了 你们这个工作太令人羡慕了 先跟我们讲 因为新疆太大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去新疆 基本上就是分北疆跟南疆 那北疆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像乌鲁木齐这些地方 那北疆 我听说大家都是说 北疆基本上就是自然风光 是不是 然后南疆就是人文丰富 那南疆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土鲁翻挖地 所以其实很大 这只是讲一个代表性的名词 那么首先第一个要开头就要先问 很多人这几年 这两三年不太敢去新疆 因为觉得新疆是不是有一点乱 或者是有一点危险 尤其是南疆 有人就说要去的话 北疆还好一点 尤其是南疆 所以这一点先 一开始的时候先请欣怡跟我们讲 你去有感觉吗 对 就是关于新疆的安全性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大家很关心的 就一般我们在办讲座啊 或者是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读者会考虑到安全的这一点 那实际上呢 因为可能新疆这边距离台湾比较远一点 然后新疆又地大物博 刚才讲到它的范围 其实是有台湾的46倍大 就一个新疆 对有台湾46倍大 所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 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那现在呢 我们过去的时候呢 其实会明显感觉到 这个新疆的安全戒备是升级的 就包括是在 比如说在进火车站 然后在机场 还有包括像进新疆的加勒服 或者是新疆的公园 这些是需要通过安全检查的 这么严啊 就它的安全警戒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 请问一下进安检的时候会很慢吗 安检的时候会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一般呢 就是通常你身上如果没有带一些金属物品 或者是打火机的话 其实是还可以 那可能也因为这样安全很严格 所以在新疆本地旅行的时候 反而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就对旅人来说是 就是感觉是蛮放心的 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武警跟公安是吧 嗯 经常会有演习 就是 演习啊 就如果待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也可以会遇到当地的演习 就是有些主要的道路会暂时先 那会不会影响行程 对 这就是也要特别告诉大家说 在安排新疆行程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一个弹性 对对对 就是包括你点跟点之间衔接啊 最好不要抓得太紧张 一个是因为它路途很长 太遥远了 对对对 所以你在路上 从一个点到一个点要搞很久吧 一天 可能如果是 比如说有我们有北疆的话 那个景点跟景点又更分散一点 所以 哦真的啊 可能哦 在路上一天都要花三到四个小时 或者甚至六七个小时 对哦南疆还比较密集啊 南疆的点主要集中在城市 所以在城市跟城市中间的话 其实是有便捷的火车可以连接的 哦是哦 北疆对北疆会比较靠那个 大巴拉车 拉车对对对 是哦 就也是刚才那个立文杰讲到的 那新疆南疆的火车上面会有羊吗 火车上还 货车货 货运火车上可能有 那会带着羊坐上车啊 不会不会 其实新疆的 哦 我们搭了几趟新疆的火车哦 就是从车到库车 然后这中间 都是很跟一般的火车 其实相差不大 哦 ok 对对对 所以像去西藏的话 它就是每一段路都会有警哨嘛 嗯 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它会 我把我的那个吞进去了 所以说它会控制你的时间 哦 你懂我意思吗 嗯对 你不能你要在限定的时间到 对就是在大陆蛮多的那个高速公路上 它会有一个速度的限制 就是它为了要规范那个大巴车的司机 不管是货运还是载人 它要规定说你时速不能过快 但它又无法在这么长的道路上 每一段都设那个速度检测的机器 所以呢 它干脆就规定你从起头到尾巴 就是一定的时间 对 然后它用这个时间来推算说你的时速 对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大巴司机 它又不想开太慢 所以 因为路上没人嘛 你车子就自然而然会越开越快嘛 对对对 因为真的没车啊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 就是他们会直接把车开到目的地之后 先停着 就等到时间到了再过那个重点 对啊 我那时候去西藏就是这样 然后就停下来大家就休息啊 就等时间啊 大家都这样子啊 就慢慢等啊 不然怎么办 对对对 就有这样的情形在啦 OK好 所以新疆也是 新疆也是有同样的速度限制 是哦 OKOK 好 所以这一次呢 你们介绍南疆 就是最几个最大的 最知名的 最重要的点 几座城市 卡石 对 我好想去卡石哦 卡石真的是一个 我真的好想去哦 很有西域风情 真的哦 很像是那个思路 就在你眼前重现的一个地方 哦 哦 好棒哦 所以你们这次 呃 主要介绍了四个城市是吧 对 我们介绍了南疆 南疆 还有包括 呃 吐鲁帆可能一般来说 它有时候会划分为东疆 这块地方 就是北疆南疆之外 有时候会把它独立出来讲东疆 哦 但有时候呢 它又 它又会合并在南北疆里面讲 所以 呃 我们还是 把它 因为它还是很精彩 就大家知道了 可以采葡萄 然后葡萄量房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里 就 OK 四座城市七座八闸 所以是卡石 吐鲁帆 和田 嗯 还有 库车 对 和田是这个田啊 不是那个古字那个田 对我们台湾人会熟悉那个繁体字 对 就是一个门 对 然后中间一个针 对 这个田 但是因为那个现在大陆用 就和田域那个和田 那个田 对 那所以这个田是简体字的意思 对简体字已经都改成田地的田了 就包括和田域 他们也是用这个田地的田 用这个田 可是其实就是和田域的地方这样子 嗯 OK好 那所以就 呃 跟我们开始 所以第一站是到卡石吗 呃 其实 呃 它有很多不同的走法 哦 那我们在编排上面的话 是先把一个最精彩的 最有代表性的 也是南疆最大的一个市场 嗯 就是卡石的市场 请问 怎么去啊 就说 呃 机场 飞机是飞到哪里 飞机 呃 从台湾过到 过去到新疆的话 其实有好几种交通方式 是 然后 呃 比如说现在 华航就有直飞到乌鲁木齐的航班 然后南航 下航 他也都有转机过去的航班 所以到新疆都要先到乌鲁木齐 嗯 到乌鲁木齐之后呢 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再打火车或者飞机 再到卡石 哦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走法 也有人会喜欢走丝绸之路 嗯 他会先飞到那个甘肃 嗯 那边兰州 对 然后达兰新铁路 嗯 就是也是呃 前前应该 前一两年通车的吧 从兰州一直一路坐火车到乌鲁木齐 这也是一个方式 但都要先到乌鲁木齐 呃 乌鲁木齐会是一个就是 比较好的 那个转接的点 那从乌鲁木齐到卡石要多久 乌鲁木齐到卡石就是看你的交通 就如果是搭飞机的话 我记得好像不到两个小时 应该一个小时 哦 就可以到 那那那别的方式呢 那那 大火车就就需要有耐心慢慢走了 但是大火车有一个好处 是他可以呢 先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 然后吐鲁番再到阿克苏的库车 然后再到卡石 卡石再到河田 就变成这样一个路线 那也不错啊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用比较慢的速度来感受说 这城市到城市中间 每一个城市不同的差别 那你从乌鲁木齐第一站是到吐鲁番 哦 我到吐鲁番 那乌鲁木齐到吐鲁番 拉车是要多久 或坐火车是要多久 拉车的话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 这个我 那也还好嘛 那坐火车呢 蛮近的 因为他坐 这个我有点不太确定了 有点忘记了 对那个卡石 乌鲁木齐到吐鲁番 其实他中间只隔了一座天山而已 就天山的正面跟背面 所以他感觉一个在北江 一个在东江 然后实际上他距离是很近的 就只要穿过一个天山 所以你这一次去世先从乌鲁木齐到卡石 对 OK 好 赶快来跟我们讲卡石吧 卡石刚才说了 就他很像是一个思路上面 就很像重返千年之前思路那样一座的城市 然后我们给他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思路明珠 然后叫做千年的门户 那因为实际上呢 它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汇点 就是很多人可能知道在南疆的中间 是有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 就占据很大的面积 所以呢 在南疆的城市 它其实是呈现一个环形的分布 就是沿着绿洲的周围 就是有一圈 沿着沙漠的周围有一圈绿洲 那在绿洲上面一个一个城市 就连接起来南疆的那个丝绸的道路 那卡石呢 就是这个环状道路的一个终点 那也是在从中亚要进入到西域 中亚进入到新疆这块地方最西边的一个门户 所以可想而知 它的那个商业贸易会是非常非常繁华的 就从思路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是整个南疆的经济文化政治商贸的中心 当地人不太会讲华语 因为有高达八成的人是维吾尔族的居民 那维吾尔族的朋友呢 一般年轻的大概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呢 他汉语会比较流利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年长的长辈的话呢 大部分就是笑笑不说话 真的啊 就是可能 那怎么跟他沟通啊 我们在 要有导游 导游一般可以帮忙沟通 但是更好的方式还是自己 比手画脚 对 自己就是透过一些简单的维语 就我们在杂志里面有刊载了一点点维语小教师 就是你透过汉语 透过那个罗马拼音 然后其实可以学一些简单的那个打招呼的用语 那或者是用简单的汉语词汇 就是因为那个维语跟汉语的那个说法是 语序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用简单的汉语词汇 然后用导装剧的方式来说 什么东西示范一次给我们看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打招呼问候说 你好今天吃饭了吗 然后你就可以先用维语说 这是打招呼你好 然后你可以问他说 饭吃了吗 你今天吃饭了吗 可以改成饭吃了吗 或者是用华语讲 用汉语简单的词汇 前面先用维语语打招呼 然后再跟他讲说 饭吃了吗 对就只要是把那个冰语往前提或者是开始 这是他们的文法就对了 对他们的文法就是反过来的 就是受词是在最后面的 对对对 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 他们就一般都会很高兴 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愿意讲他们的话 对对对 好好玩哦 就可以开启一天的话题 那去卡时住哪里 因为像观光客外来的人是不准住三星以下的地方 他们有分叫做外宾跟内宾的酒店 那我们台湾人跟港澳台这就都是属于就是必须要住外宾的酒店 那对一般会是需要在就通常旅行社安排的都 就是你不能住民宿就对了啦 嗯住民宿也是有住民宿的方法 对啊因为你外表看起来 就说也看不出来是是不是台湾人嘛 所以就有人偷吃补 假装不是这样子 就可能 就有当地的旅游可以帮你偷偷带进去这样 但是好来我们讲一般正常的管道来 对就是 就住外宾的饭店 旅行社安排的话他们会有他们的 嗯必须要符合规范 那一般都会住到四星的宾馆 对啊 那在在卡时或者 对南家的地方 虽然他的住宿条件就是你 无法期待他跟上海或者北京一样有那么好 但是基本上的就是 房间的干净度啊 或者比如说有没有热水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都会有 都很干净 这是可以放心 OK 所以说去到那边 因为我有朋友去过 然后他就是跟那种local团 那就可以去住到 比较类似像民宿这种东西 招待所这种 对 但他们就叫他你不要开口讲话就好了 就 就假装是当地人嘛 就假装是内地人啦 对就是这种方式 好没有关系 所以去到卡时之后呢 那呃呃呃 开始可以冠最有 因为您刚刚讲到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集散地 那么其实所有的这种 阿拉伯穆斯林的游牧民族 都是特色都是如此 不管你从近东中东到这里 好像都是如此 因为他们游牧民族其实都是很强的商业的行为 所以去到那边就是逛大市集咯 就不管你是去这个摩洛哥或者是去土耳其 对伊朗也是 或者是到新疆 其实就是对不对 这是大的市集最有看头 嗯而且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刚才沿着 刚才讲的这几个国家都在那个丝绸之路上 对 然后一路通往新疆 他们所有的市集的名称都叫做巴扎 真的哦 就是有一个共通的名称 共通的名字 就是源自于那个波斯语跟那个伊朗语言 就是很有意思的 你可以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整个 呃就是国家国家之间的分界 其实并无法限制这个文化的交流 就像那个他们吃的馕是一样的啊 嗯 也通就是在印度也叫囊啊 对 哦这个馕也很有意思的是 就那个烤饼 对 他已经呃现呃在新疆出土最久的一个馕 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就这个主食是一直传承到现在的 是啊是啊就从从麦子传过来之后 呃因为呃小麦中国是不产小麦的 哦 对对 它是从中东传进来的 对然后这个麦子也是在 就是在中国的内地上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就一直是北边 是最流行的 那我们南边还是主要吃稻米为主 就完全就是从 其实从这种饮食啊 从服饰或者是从 比如说巴扎上面的各种商品 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文化是 就是慢慢呃就是透过这个地理空间就是慢慢的传播过来的 同样在新疆是不是馕也会不会不太一样 哦不一样 真的哦 对 不是就是一个大大的烤饼这样 我们拍摄我们短暂的时间内拍摄到的馕饼就有差不多将近十种 然后 然后 不是这样可不一样 他包裹里面的呃做馅料 他呃做囊 其实应该不能说馅料 应该是说他的 面团 面团里面混合的材料 嗯 然后还有包括他的外表的形状 有些长得很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呃 呃背狗 有些长得很像我说的 哦是哦 背狗的形状 哦 可是咬起来是硬邦邦的 哦 然后有些又像是一个披萨饼皮 嗯 那他上面用的香料也是不一样 有些包肉的就叫肉囊 嗯 然后有些是只有羊油 只有孜然粉 或者是加了那个洋葱丁的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口味 那吃起来的口感是怎么样 有硬的有软的有Q的 有软的有Q的 对因为它是 它是围组很重要的一个主食 主食 所以呢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来变着 换着花样来吃 啊 所以呢 据说统计起来差不多有五十多种口味 是哦 那它是怎么样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的口味是吧 以前可能每个地方的区别会比较明显 但是现在就混了搭的 哦 对对对 那最精彩的可能会还是在乌鲁木齐 就还有各种各样 不同口味的囊 来自各地的 嗯 哦 OK OK 那呃 所以去卡什 所以呃 那除了逛逛市集里面 是不是会不会忍不住买很多东西 除了吃的以外 对 买的 其实也很有意思 但是哦 一般来说 因为它比较多是偏向工艺品 就比如说很 很很 很普复盛名的和田的地毯 或者和和田玉的雕饰 或者是在卡什它有一些很多手工乐器的作坊 就当地民族的乐器 嗯 然后包括当地因为产一种很特殊的土质 所以呢它这里也有土桃 嗯 然后比如说田 就每一样东西都想带回家吧 哎呦 贵不贵 哦 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家才可以装 因为它的工艺品很多不是针对观光客做的小手工艺品 它是真正的要摆在家里的那东西贵不贵不贵 哦 东西不会贵 不会很贵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囊饼哦 就一般在街头巷尾差不多不到差不多十块钱台币就可以买到一个 那一个很大吧 可以吃好几个人吧 可能六七寸哦 哦 那它这个囊饼通常不一定会一个人吃 因为外租的朋友喜欢分享 分享 对 所以他们会说囊不掰不吃 嗯 他们就觉得如果你自己买了一个囊 然后一口自己咬 自己一个人吃很怪 就是有一点太自私了 所以要把它掰开 对掰开 然后好几个人分的吃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我们为大家今天来到了旅读中国的时间 这一期他们的专题做的是南疆感激哦 介绍南疆非常有名的四个城市哦 那么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什 那么卡什呢就是一个呃 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思路上面的重要的集散地 所以在那边还可以看到 还能够看到他们的传统古老的建筑吗 还是都猜得差不多了 嗯 它其实有经过一个叫做旧城改造 因为以前比较多是以那个土质的呃民居 然后它可能是没有规划的 那它在街道上不一定很适合车辆行走 然后现在呢呃当地的政府是把高台民居 就是把这个民居保留了一块 然后是作为呃就是算作为一个基地吧 就是里面都还有当地的居民在居住 就是完全土质的呃一个建筑 而且里面像迷宫一样对不对 嗯它就是一个 就呃其实大家如果对那个追风针的孩子 对是不是是一样的 对对对 其实那部电影虽然讲的是阿富汗的故事 但它的拍摄地点都在行 其实在这里 这样喀什就在这个地方 嗯所以如果呃对那种就是小孩奔跑在弯曲蜘蛛网的巷道上 那个那一幕有印象的话 那高台民居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就是说怎么讲 它好像整个那个中东小亚细亚的那边的一个居住的特色 嗯 然后就如同你所形容的或者是我们看很多电影 喜欢演到什么一些中东的国家里头的那种追逐啊 那个金匪片啊之类的 就会出现这种情景 它是一个很特别 说走进去会不会走不出来 走进去哦 的确是很可能会走不出来 对啊 因为它的那个街道巷围的 好神秘哦 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它的地砖上面有讲究的 就是 所以才会东南下凉 嗯 它地砖是有一个指名路线的功能 就是它 比如说它是六角形的地砖 是是是 就表示说这一条是巷子是活的 就可以通往外面 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地砖 那其实就是代表这一条巷子是一个史巷子 哦真的啊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建筑方式 好有趣哦 哦 好有趣好有趣哦 那所以说去到那边逛市集 那还有很多的古迹咯 比如说清真寺啊 或什么之类的 嗯 清真寺在 就是去逛这些 就基本上 好像南疆的旅游重点是比较偏在人文上面 对 历史 有一个说法就是北疆看风光 南疆看人文 那也是因为南疆居住着更多的威吾尔族的朋友 那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熟悉的旱地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来到这里真的就好像来到中亚或者是西域那种感觉 那你们吃东西都在哪里吃 吃东西 旅人就旅人来讲 就还是餐厅吗 饭店 大部分其实因为在这里旅游的重点是在那个巴杂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呢会直接在巴杂里面用餐 摊子吗 还是 对路边摊 路边摊 就很多摊子这样子 然后也要跟大家分享哦 其实包括回族或者围族 就是这些穆斯林朋友他们的饮食上是最非常讲究那个干净 他们 对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嘛 要清蒸的啦 对 对所以然后你在这里的 大家可能不会太不需要太担心这个地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地摊摊贩的这种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就是卫生的问题 我告诉你去到穆斯林村就是非常卫生 真的 如果有机会进到 因为穆斯林是非常非常爱干净的一个民族 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包括厨房 包括 厕所 对都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跟汉人不太一样 跟养猪的民族不太一样 对他们真的真的很干净 真的很干净 对 然后因为他们的食物因为要求清蒸的关系啦 所以就还蛮卫生的 嗯 那么吃的习惯嘛 嗯 我是一定习惯的啦 看着都觉得好好吃喔 可是台湾有些人不太不敢 我那天 大家在那边讲说 我就说我要想去新疆玩喔 然后李永平就说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很想去 我就说啊 那我们赶快来组团吧 这样你看我每次 每次遇到很多朋友就是这样 不知道讲几年了 就说啊 那今年又开始讲 那我们赶快来组团吧 然后李永平就说 可是我不敢吃羊肉喔 蛤 我说你不敢吃羊肉 那我要排挤你 不让你参加 排挤你排挤你 然后李永平就说 不要排挤我嘛 不要排挤我嘛 我可以吃别的 但是是不是台湾人 有些人不敢吃 如果 很多人不敢吃耶 我认识台湾很多人不敢吃耶 羊肉 对 就是可能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台湾的羊肉 心酸味太重 就会可能会比新疆的更重一点点吧 但是在新疆啊 如果真的无法吃羊肉的 那还有个选择 就是大盘鸡 对啊 我就讲了大盘鸡啊 对对对 然后马上旁边就有说 那是没得吃才吃的东西 哦 大盘鸡的太好吃了 还是很好吃了 很辣吧 那个辣度可以调整 OK 但是这个辣就是它的精髓所在 所以要是 对啊 我也觉得很惊讶 新疆人居然吃什么辣 要是不吃羊又不吃辣的话 其实还是 就甭去了 再吃囊吧 囊是最安全的一条 每天带一大块囊 啃的囊 啃的囊 不掰了 自己吃 因为其他都不能吃 但是羊肉是 很好吃耶 各种吧 是不是 对各种各样的羊肉料理 然后包括他们也会把 那个羊的那一张做成 一种很特殊的民族小吃 叫做面废子 米肠子 就是它是用羊的肠跟肺来灌 灌一些淀粉 就有点像我们的 我们是用猪肠 然后我们也吃猪肝猪肺这些 对对对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 把羊的内脏灌到羊肠里头去 是这个意思吗 灌一些淀粉 只有淀粉 淀粉可能还会有一些肉末啊 一些调味料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种 可以用真的来吃的小吃 好吃吗 我吃的不太习惯 因为味道很重 就可能我本来就比较不吃动物的内脏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 它是灌在羊肠里头 可是它里面有内脏吗 有些会有 淀粉里面有内脏吗 对有些会用那个内脏来 那会用羊血吗 还是因为它们清真是不吃血的 血都必须放光 有看到血吗 羊血倒是好像没有看到 因为它们清真是不吃血的 血必须放干净 哦那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血做的料理 ok ok 所以是没有没有那个的 但是有内脏 那然后就在那个摊子上面 直接卖一颗羊头吗 羊头是蛮多是会做成卤羊头的 然后就一整颗这样排 一整排很多排这样子吗 就一个圆盘就像 一个圆盘上面会有一颗一颗堆起来的 羊头 骷髅 会有皮 其实就像我们吃猪头皮一样 大家不要觉得太害怕 被形容的感觉很恐怖 对而且这个是 但是因为羊最好吃的地方就是羊头 就好像猪头肉一样 对对 吃不会把他赶快嘛 对不对 羊眼睛啊什么的 它真的是最好吃的地方 对啊 真的很好吃 可是有些人不敢吃 但它是是 也有的是水煮的跟烤的对不对 嗯水煮的 然后卤的 然后烤的 然后还有很多羊肉包子对不对 羊肉饺子 是不是 烤包子他们叫 然后这个烤包子它也是很奇怪 就我们一般汉地内地的包子是圆形的 可是它不 它就是方形的 像水煎包这样方方的 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面皮 但是它不是用捏的 它是放了馅料之后用折的 哦那它是烤的吗 对 是烤的啦 是放在那个 所以它这个你知道它这个跟什么一样吗 跟希腊的一样 希腊也是这样做的 对对对对 那它是有点open 哦 是不是 你知道 你不是说它折的吗 它是完全折在面皮里面肉馅 还是肉馅有一点点跑出来外面 在新疆呢 它是会把它四角就是折成一个像是一个包裹 对像一个信封一样 然后但是它是方形的胖胖的一个信封 对啊你看这就是很像从印度一直到希腊 就很多这种东西啊 哦好有意思哦 感觉好好吃哦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 当然最有名的南疆就是瓜果了 瓜果还有葡萄就非常非常好吃 很大颗对不对 他们大大小小都有 光是葡萄就几十种种类是不是 其实有五百五十种 我的妈呀 几十种是小看它们的 真是对它们太不敬了 五百种 就是几乎所有的葡萄的种类在这里都有 我觉得因为我看过电视介绍 那个一个摊子 它光是葡萄干 哇塞那个就好好惊人的各种各种 各种颜色 品种的葡萄干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会以为说葡萄干只有黑色 要不然就是白的嘛 就是浅色跟深色两种 对对对 然后它们其实是有各种各种不同颜色的 有点偏紫 有些偏红 有些偏绿 好好玩哦 好好玩哦 那它们那边有很多香料吗 比较没有 香料那边不产香料 也有香料 但是更多的不是用成粉末的形式 就更多是原始状态 就是它会在药草茶的摊位上面 它是比如说翻红花 就是完整的翻红花 然后 那里有翻红花啊 有 翻红花其实有分藏红花跟新疆 也有新疆的红花 新疆也有新疆的啊 它的价位没有像藏红花那么贵 因为帅红花其实是可以做药的 是药啦 对 新疆也是会把这个当作为族的药材之一 哦真的啊 对 好好玩哦 然后还有呢 市集里面还有什么好吃好逛的 或者是说它们有什么特殊的甜点吗 甜点也很有意思 请问它们会是吃得很死甜吗 死甜可能有一点 比较 在甜点这一类是 的确是都偏甜一点 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 就整个中东一样的 again就是 从印度也是一路一直到西拉 那个甜就是死甜到一种 不得了的 我就不知道这一区的人是为什么 诶他们喝薄荷茶吗 也喝 我就这么乱问 也喝 也喝 对不对 是不是跟中东都完全一样 薄荷茶里面有没有加很多糖 哦我们这边也有介绍 就是它的薄荷茶 它其实是会分就是有 它会另外附一种黄糖或者冰糖给你 然后依照你的喜好来添加 对 就是甜茶 我有去过他们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家里面 然后就是吃饭之前 它不就很多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伞子 就扎了一扇子 扎的面食 对对对 扎了各种形状的伞子 然后就会先给你一杯茶 对 那这个茶里面呢 就有各种 譬如说什么红枣啊 甘果啊 各类的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养生的茶 嗯 一定有糖 就是甜的 冰糖 对一定放冰糖 对不对 对 可是还挺好喝的 感觉好好玩哦 不管是吃前菜 就吃伞子冰糖茶什么的就已经饱了 后面还没开始呢 对 这很常见的招待的一种 就是包括甜茶跟油炸的面食类 然后就摆了整桌这样满满的这样子 好好玩哦 嗯 然后再来就煮菜啊 什么水果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对 如果吃到吐鲁饭的话 他还会 一定会给你上那个葡萄 对 就是在你葡萄正产的 新鲜的葡萄 夏天的时候 嗯 然后呢 哈密瓜 西瓜 真的有比较甜吗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正丽文 今天这一期的旅读中国 来到我们现场 吴欣怡 欣怡跟大家介绍南疆哦 讲不完讲不完 太好玩了 光是一个卡式都讲不完了 然后你说还有 因为他们还有各种 不同的巴扎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中 就是说 哦 很多卖吃的 跟很多这种 有的没有的饰品啊 乐器啊 地毯啊 丝绸之路 有卖丝巾吧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巴扎 是不是 嗯 特别想跟大家介绍 两个巴扎 一个是叫做 牲口巴扎 然后一个是叫做 玫瑰巴扎 所以牲口就是 类似牛须这样 就是拍卖牛汁或羊汁的 更多的 呃 更难看 呃 应该比较难看到 拍卖的场景哦 因为维族他们的 呃 交易方式是比较 内敛的 就他们会在 呃 手掌之间 就打出暗号 或者眼神 不是在那边大喊 大叫一直讲 一直讲 不是那种的 几乎不会 就你看到他好像是在 很安静啊 就刚开始寒暄 然后握手 就开始沉默的交易 你就看到两个人的面色 可能会有些紧张 然后你来我往 嗯 那可能 也许这个交易谈成了 两个人就开开心心的去 结算 那如果交易没成 但他们也会很平静 很很很安静的 就啊 再见 就这个交易就没有完成 就不会 可是像这样的 牲口巴扎会好玩吗 很有意思 真的啊 是哦 好难想象 一次你可以看到 你这辈子所有 就不会看到这么多的羊 牛 马 骆驼 驢子 就在一整片空地上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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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要懂得怎么挑羊 才是上选的 对对对 我们也有介绍小小的秘诀 包括看他的屁股 摸他的肚子 所以有一些些秘诀在里边 哦 OK OK 那还有呢 还有什么有趣的巴掌 有趣的都是一个很期间限定的 就你只在夏天的时候 有机会碰上的 叫做玫瑰巴扎 就整个大巴扎 因为你想象中那个巴扎 应该是很大一片 一望无尽的一个市集吧 对不对 嗯 他通常这个玫瑰巴扎 他会比较特别的是 他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 那个有屋顶的空间 他可能是露天的 然后就是在在 街道边 然后就铺起一块地毯 就有一群妇女就围着 就坐在那个地毯上 然后就在分解 那个玫瑰花瓣 把花蕊跟花瓣分开来 所以玫瑰巴扎就只是 玫瑰花相关的东西 玫瑰花瓣这样子 玫瑰花花瓣 然后玫瑰花的酱料 玫瑰花的酿的酒 那现在也有开发 玫瑰的香精 玫瑰的肥皂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包括像薄荷 就是 这些一些不同的香料在这里 就是通常在这个季节盛产的植物的香料 会一起在这里贩售 玫瑰酱料是什么意思 甜的玫瑰酱 像玫瑰果酱 类似这种概念吗 就是玫瑰花瓣 然后加上大把大把的白糖 然后他们去酿成的一种 就可以泡茶喝 然后可以沾着囊饼吃 但是味道应该是跟 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玫瑰花酱 它 为什么 它味道感觉 不就是一个玫瑰花香这样子吗 不是吗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粘稠 就跟台湾市面上可以吃到玫瑰花酱相比的话 所以他们的酱没有 是比较稀一点 比较水一点 比较水一点 然后可以吃到玫瑰花瓣 很明显的玫瑰花瓣的那个 是哦 所以有点类似玫瑰花蜜那种感觉 哦有一点像 它就是没有坎坎嘛 它就是没有那个 就是对 哦好好玩哦 那所以也有很多用玫瑰花做成的 甜的东西吧 在那边卖 有没有 一般好像是 或是水啊 或玫瑰茶 对玫瑰茶 他们会把玫瑰花入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迎冰的甜茶里面 就随着季节不同 然后到玫瑰花季的时候 有些就会变换花样 哦 那整个市集会不会很像 这个市集真的是 就是很像一个玫瑰花 春天的海洋的那种感觉 哦 就很浪漫哦 对 就是一个女生 应该会觉得很梦幻的一个市集 好好玩哦 哦 OK 所以呢 呃 你们这次去 我们刚刚讲到的有 这个玫瑰花 八杂是在哪一个城市看到的 玫瑰花八杂是主要会集中在 南疆的河田 所以河田不是只有玉而已 河田不是只有玉 哦 他还有很著名的爱德莱丝丑 就是丝丑之路上主要的一种商品 丝丑啊 嗯 爱德莱丝丑 然后还有包括呃 南疆地毯 南疆和河田玉 嗯 就是这三个是并称为河田三宝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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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河田最有名的东西 对对对 也是最值得入手的伴手礼 真的啊 哦 所以他有很多的丝巾可以买 嗯 丝巾的款式 因为主要是因为很多那个呃 传统一点的富 维族妇女他会习惯把头发包起来 包头巾 对对对 所以呢 他们那个头巾的样式就非常非常多变 就包括一些呃 半透明的 然后一些最亮片的 哦 各种各样的花样 哦 好好玩哦 对啊 我们的话很适合买来当做领巾 或者绑在那个皮包上面 对 天气很好吧 南疆会很热吗 南疆不会到很极端的高温 就新疆整个最极端的高温 其实是在吐鲁番的火焰山 哦 有去吗 火焰山我有 火焰山 我有看过那个在青海的时候 我有看过这个地貌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被形容成火焰山 因为一片山光秃秃的 他那个岩石嘛 就是很特别 然后整个就是红色的 嗯 真的你就感觉这 所以难怪会叫他火焰山 不然要叫什么呢 是不是这样 而且很大片 尤其是在他那个正中午日照的时候呢 他会把那个沙地晒出水气蒸腾的感觉 就很像一团火 然后在燃烧的时候会有那种 整个 我知道火焰会有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模糊的视觉的感觉 很像那个海市圣楼 所以真的他是名副起始哦 那去那边就是杀底片拍照 看火焰山 他这是一个景区吧 就是说他把它整理成一个景区去看 可以去那边看 是是是 他是一整个山脉都是 就是火焰山的地貌 但是他把最美丽的一段 他有围一个景区起来 哦 所以其实就算不进景区 你还是可以看到整个亚丹地貌 就是火红色的亚丹地貌 嗯 所以你们像吐鲁番这种地方去 真的不会很湿热吗 不是高温四十度四十几度 还好吗 还好 他就是他 看季节 嗯 就看季节 然后也看场合 就是如果你在乡下有葡萄藤底下的 嗯 那边是非常硬凉的 真的啊 然后还有凉风洗洗的 真的啊 但是如果是在火焰山这块地方 真的就不宜久留 那南疆有哈密瓜吗 嗯 也有 南疆也有哈密瓜 就有吐鲁番哈密瓜 嗯 真的很甜 对 那这个哈密瓜也是 西瓜 诶西瓜 啊西瓜好像也有吃到 但是我就不太确定 它的种植地是哪边 但是哈密瓜的确就是在 吐鲁番周边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它甜度也是非常非常高 就一口咬下去 你就很难想象 就觉得自己以前吃的哈密瓜可能是假的哈密瓜 真的吗 可是现在台湾的哈密瓜也很甜了耶 还是比不上它们 对啦 但是台湾你就要用比较高的金额去购买品质更好的哈密瓜 但是南疆是 路边随便到处都是这种瓜 对你要是吃到不甜的都是运气好 很难吃到不甜的 哦 那还有还有什么特别的水果或者是去那边 乌花果 就也跟整个中央一样 真的土耳其乌花果伊朗乌花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可以吃到新鲜的乌花果 新鲜的乌花果 然后它这里的乌花果 它的个头比比那个中东的要小一点 它就很小一个乌花果 然后你可以按照它的大小来判断 它这是从中亚进口来的 还是说是当地土产的 就真的很甜 它说 也很甜 太甜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是刚才说囊不掰不吃 那乌花果是不拍不吃 就是吃之前要把它拍一拍 让它的糖分均匀一点 就是有这个说法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 就是吃下去可能会不舒服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把它拍一拍让它的糖分均匀 新疆是不是也蜂蜜也很厉害 哦也有产蜂蜂 就是我们有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 霍香口味的蜂蜜 或者是玫瑰口味的蜂蜜 什么叫霍香 一种香料 哦哦哦 对对对 那但是呢 它的产地跟制成 我就没有特别研究了 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 所以你们去吃得很开心吧 超级开心 逛得开心 吃得开心 然后路边就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啊 什么随时都在卖 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价格又不贵 哦是哦 价格又不贵 重点是在这里 也不会下雨 对 是一个很适合在夏天到秋天去旅游的一个地方 这段时间真的 那冬天会不会很冷啊 冬天就是冰封 整个很多很多道路上会是白雪矮矮的 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哦真的啊 嗯所以更适合喜欢摄影的朋友去哦 所以一般来说 哦OK 是哦 哇塞 你们今天就是没有时间讲土魯番跟那个酷车了 酷车对 哦 哦 哎 你讲到有一个是有非常有名佛教遗迹的就是酷车吗 嗯 酷车这里有很著名的那克兹尔石库